現在下回有很多人都要來娶毛小孩 當最是自己的經驗一樣 當時期完政治節在議會中就特別來關心 當時全部運動公園的減少政党 希望可以趕快來完成 提供毛小孩一個優先空間 這個寵物公園呢很多的議員都在爭取 我不曉得我們農業局還有我們市長這邊 你們對這個寵物公園 你們有什麼想法跟看法 或是你覺得台南市大概需要幾座的寵物公園 還是要很多座大家講我們就來做 台南市市長文威特回應 會持續賓國客戶來 適合到地點來設置 充分優先專區 或是充分運動公園 目前台南水道博物館 有真實充分運動公園 毛小孩友善專區只要花你市政府少少的錢 跟你爸爸現在我們山上水稻博物館 就有毛小孩友善專區 就是說大家去山上水稻博物館玩的時候 他如果家裡有毛小孩可以是放在 就是放在這樣子的 另外議員也關心台南中美行見小巨蛋 市府對著酒餅交通的民國 要求市政府交通局對著交通總控停車空間來做把關 記者檔家欣是議員蔡宏布德 您好介紹....